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海峡时报头条则关注选民们的新生 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疫情 国人一直被各种民生问题困扰 包括高昂的生活费 无法负担防护价格 教育和公共交通等问题 近来高居不下的通膨率也是导致人民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喘不过气来 因此选民希望新政府能够全面地解决这些民生问题 让大马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那南疆丰院则报道 大马投资发展局预计 今年全年来自国内直接投资和外来直接投资的 批准总投资额将会恢复到疫情前 每年接近2000亿令吉的水平 投资发展局首席执行员 拿督阿汉拿督拉曼说 国内和外来直接投资的占比是60对40 主要在服务领域 当然今年我国投资额的最大贡献来源 相信还是电子和电器产业 主要是因为全球半导体和晶片需求 持续成上升趋势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和大选有关的消息 那政府就考虑把大选投票日前夕的11月18号 列为特别公共假期 那律师公会前主席拿督杨颖波就说 政府有钱宣布投票日前夕为联邦特别公共假期 但是一旦落实 雇主就必须提供雇员是有新假期的 那么如果雇员在当天上班 则必须支付双新 杨颖波说 星期五休息的周暑会在星期日 公休补一天假期 他认为这个特价如果真的落实 可让有子有足够的时间返乡投票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计划投票的人来说 无疑是平白多了一天假期 与此同时 那么雇主联合会就指出 如果投票日前夕被列为特别公假 国家将因此盟受超过 至40亿令吉的经济生产损失 那雇主联合会就认为 选民可以申请年假或是无薪假期 回乡投票 而雇主也必须要批准 让员工可以在投票日履行公民的责任 这样会更两千取美 那是的 现在距离投票日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 那根据中国报的一篇独家报道就说 三大联盟的主要短处逐一浮现 新盟目前限述无法兑现承诺的深渊 而国阵则是走不出阿末扎西任相的正敌攻势 国盟则依旧得不到非故意选民的青睐 看来三大联盟都面对各自软肋 各党务必须在接下来的十天的竞选期内 攻克游离选民的心 才有机会在三强战局中拔的头筹 那根据竞选期的初期观察 西盟选战策略暂时是居上风 至于国阵一直被西盟所抛出的课题 搞得团团转而疲于回应 另外国阵一些重量级的领袖被拉下马 也引起了基层的不满 那国阵需要尽快的安抚稳定军心 不然多个国际胜算呢 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那眼睛雪亮的选民 最终哪个政党能横攻入主不成 那就要看大家手中的一票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天气预报 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气象蓝图 那大马气象局呢 是在今天早上五点呢 发布一则文告 只我国今天早上呢 不会出现雷暴雨 但是某些地区呢 还是会下雨的 如吉兰丹 登下楼 彭亨 森美兰和柔佛 其他地区多云又或者是天气晴朗 来到了中午呢 吉隆坡 布城和森美兰多个地区 会有雷暴雨 至于槟城 雪兰呢 马六甲和柔佛 其两个地区有强降雨 那么雨天路滑 需要外出的民众呢 在路上一定要小心 今天的气温 其实冷却终же是24度到32度之间 这里是 gears 翼晴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递гл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